在西游记里猴哥吃盘桃饮玉酒 又把太上老君练的六葫芦金丹给吃得一粒不少 一听说金丹被吃光了 平时扑克脸的玉皇大帝瞬间就不淡定了 见过无数大阵仗的玉帝 竟因为小小的金丹吓得文言耸句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其实在历史上这看贼不起眼的丹 还真是历代皇帝的抢手货 和现在年轻人追求的皮肤变好 头发不掉这种小目标比 几千年前老祖宗的追求要崇高的多 他们想长生不老 既然目标如此远大 古人肯定不靠敷面膜和枸杞 他们仗养的是仙丹 而这个仙丹里总有一种成分存在感报表 出境率极高 那就是朱砂 朱砂是一种颜色鲜红的矿物 因为它的颜色实在是正 古人干脆就给了它一个丹的名字 我国最早发现它的地方是陈州 所以它还有一个陈沙的名 仗着颜色又红又专 朱砂自古而来 也是活跃至今的领域 是美术 古代漆记上的颜色鲜亮的朱漆 就是朱砂做的 然而比起颜料这种平平无奇的东西 朱砂更响当当的身份 是历代帝王追求长生不老的御用药材 硬核养生的标配 人生见了都在俯首成臣 这一切要追溯到战国时期 当时一些叽叽喳喳的方式在社会上宣称 懂得先道 能参悟长生不老 有钱没处花的王公贵族一看 哎这波 我看行入股不亏 吃着有钱人的饭 花着有钱人的钱 这波原本只用嘴输出的方式 必须拿出点成绩 让金主满意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方式们提供了两种方法 一 去海外找仙药 二 自个儿练仙丹 前一种方法的实践者里 最出名的就是徐福 他直接来了个卷钱卷人一去不复返 给了金主 也就是秦始皇 一个惨痛的教训 先给钱再让对方去国外拿货的这个方式 不行 还好秦始皇吃一欠掌一掷 我不找了 你们就在我家练药 钱不是问题 于是乎 练丹的炉子就这么如火如荼的架起来了 你练 我也练 不然咋来的钱 方式的理论认为 动物啊植物啊都死得快 只有不朽的金石 才是永生的象征 当时民间已经有人掌握了用丹沙练水银的方法 方式发现猪沙有个特质 恰好和他们对永生的理解不谋而合 猪沙主要成分是硫化骨 加热后就可以变成水银和硫 反过来水银和硫又能合成猪沙 这变来变去 还是我心永恒 正好印证了方式理想中的生生不息 除了在理论上让方式和高层觉得非他莫属 猪沙还有其他优点从各种材料中笑傲炼丹江湖 他不但被认为是安神的药材 还和金子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 成熟于春秋的管子地数篇 这里面就写道 上有丹沙者 下有黄金 此处的丹沙指的就是猪沙 你看这猪沙又好看又能当药 又能转化 还经常和不朽的黄金作伴 他不火简直天理难容啊 完美成为炼丹金牌代言人的猪沙 从此成了炼丹界最闪耀的那颗星 实际记载 八寡妇村倾守着先祖传下来的猪沙矿 凭着猪沙的流行成为一方巨甲 得到了秦始皇做上宾的高规格待遇 富婆八清产业的猪沙矿 就是秦始皇邻里大量水银的来源之一 当然一心求永生的秦始皇并没有得偿所愿 直至今日 还有说法称他是吃仙丹吃死的 然而这股号称能长生不老的炼丹风 不止迷了秦始皇一个人的眼 热爱炼丹的那是后浪推前浪 完全不管前浪是不是死在炼丹上 2021年4月 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发现的 汉代墓葬中有特殊的遗迹 经初步变识后发现 有赤铁矿 朱沙等 推测可能是汉代炼丹的原材料 而汉代的皇帝中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刘彻万年也迷信鬼神 招了很多方式入宫 别的食物不知道 反正朱沙和千他是吃了不少 总之说他是吃仙丹吃死的 也不是胡扯 到了未尽 葛洪把朱沙作为长生不老的首选题材的原因 总结到了炼丹爱好者必读的爆仆子里 草木煮之则烂 埋之则腐 而丹沙烧之成水银 即便又还成丹沙 在那时长生不老药的成分愈发讲究 发展到了朱沙 雄黄 白凡 增青 雌石 五种 从现代的眼光看 是名副其实的重金属反向养生 吃着等于找死 但为了永生 总有皇帝不是在炼丹 就是在去炼丹的路上 隋唐时期 以唐太宗为首 共有五个皇帝 因为仙丹 真成了神仙 随着这些以身试读的皇帝 证明此路不通 加上社会发展 认识加深 炼丹的原料也愈加变化 朱沙位置渐渐从主力 沦落到和一堆薄来品争宠 再往后 以草木为主的中医药逐渐兴起 朱沙味的仙丹 终于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重新闻